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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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來玩我們的KO4STAR今天是4月5號星期五 祝大家週末愉快 好快啊一個禮拜要過了 時間跟飛一樣 好那這一期我會來爬修羅道 我剛剛已經爬到快60層了 先來看一下我削弱到 就是我想要先爬到61啦 我現在是60層的最後一關BOSS關卡 我發現我用春麗的話會直接死掉 階段太高了 可能沒辦法用春麗啦 因為我在59的時候有用春麗8個氣功就直接死掉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盾啊 我們的技能盾有沒有 他有那個HP嘛 因為他沒有免死啊 就是說 我的傷害太高了然後我的護盾 護盾來不及觸發 我就溢出然後就死掉 所以春麗可能上不了 我這個春麗太強了可能上不了 所以你要找那個有免死的比如說泰瑞這一種 比較穩啊 像豪鬼跟龍都有免死啊 古肯就要找泰瑞吧 有沒有這種是免死的 這個你就不怕說你的盾 你的那個攻擊力太強你的盾沒辦法觸發 你就因為靠這個4秒免死傷害 現在就有豪鬼有嘛然後還有那個龍也有 然後SS泰瑞也有 我記得他也有所以說我這個春麗是上不了的 就是可能要換泰瑞之類的 或是找那種有免死的 免死又有盾 免死加盾 加護盾 才可以 但是我剛剛還是靠龍跟豪鬼有打過啦 順利不上還沒關係我是說59層啦 59層 好待會來試試看吧我也還沒打 我怕一下就把那個boss打死 好 反正泰瑞的話我才1星而已也是可以加減用吧 對我的泰瑞是1星啊 我沒有SSG的所以沒辦法這升的 沒有開到最近沒開到 好先來看活動吧這幾天的活動大家應該知道啦就是這個而已啊 然後叫我們去 網頁上發佈嘛貼圖片 我昨天沒有講嘛我想大家都應該是 知道了然後這個 覺醒之緣 關於修羅道副本這什麼東西呀 4月13號 要改了是不是 喔 可以從第1關開始遊玩真的假的 手領關卡 什麼意思啊遇到了問題 我看一下 70階段無法獲得少讓獎 好像最近有問題吧 好像有人有反應吧 這個應該是我昨天發影片之前 你看我 我這個是5.50喔我發布影片是5點 半 這我不知道這個公告我現在是第一次看到 好我們來看一下 無法獲得70階段 這個問題 這邊的話有一個獎勵啊我們看一下喔 所以說我待會有60 這邊通關後 我會獲得這個 首次通關後獲得這個聖典記憶 這個還好聖典記憶 這也還好 這邊都有講了嘛 70現在是說聖典格鬥加的碎片 是不是 沒有啊聖典記憶沒錯啊 這是五階香 都是五階香啊 只是說可能有重複獎勵是不是 修正前移通關 無法獲得 首次獎勵 修正後首次通關才可以獲得首次通關獎勵 然後會補償這個 4月底更新喔 是這樣子喔 因為我之前沒有到6E啦 我都不知道有這個獎勵 有聽大家說啦 但是我實際上我不知道 沒看到 好好好我們現在知道了 然後勒 這個是覺醒資源嘛 就是 一樣啊轉盤 轉一轉然後就做 至少要做這個道具吧 我昨天沒有看廣告 無所謂 反正這個 想做的大概就只有這個吧 就做一張這個吧 LV14的是什麼東西啊 看一下 沒啥屁用是不是 沒啥用 沒啥用啊 這個真的沒啥用耶 就頂多把你想要三星四星五星的弄弄 就這樣而已 好 然後膠拿 好爛喔 這三個 你們會想要嗎 就加減吧 好好好 好待會會 跑個修羅道 然後 我來 4個那個屬性卡 還有那個 套卡的傷害啦 因為 現在大家會有一些遺憾 比如說 比如說你真的沒抽到 好這個 你就 死都沒抽到你要的那個屬性卡 這個 塔會送 然後 這一張的話 好像 簽到也會給是不是 啊可以製作是不是 反正這一張拿到啦 我印象中這張好像也拿得到 然後這張那個塔也會送 所以你真正拿不到的是這個吧 YS 跟這個 陸克 就是這兩張卡一定要在這邊抽 這兩張我記得只能在這邊抽 其他這三張也可以在別的地方拿 但是有人就是運氣很不好就抽不到 我來試一下YS這張卡給大家看一下 看傷害怎麼樣 我們那個G迷說他沒抽到 我來幫他試試看 看看這張卡 跟平時的那種卡 大家就差這個吧 因為平時的那種屬性卡大概就 都會有攻擊力跟技能冷卻 就差這個暗黑傷害 我幫他試一下大概差多少 然後有些網友會問說 這次的套卡他該不該換出來 一瞬千奇該不會換出來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特地去換 如果你的 保底券有 多大可以換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 去換別的特殊卡或是你需要的啦 然後這次的這個屬性卡也 這張是加戰力 戰力加很多 但是傷害一般 因為沒有 減冷卻 其實減冷卻還蠻重要的 我們在測試傷害的時候都是 爆氣打一波 那減冷卻的話可以 多按幾個技能 那個傷害 一個技能可能就20m了 打那個技巧之物 然後這張卡 我覺得很爛 這張卡很爛 他也是很爛的 不怎麼樣 雖然都是有加什麼 主動技傷害攻擊力 但是一樣沒有減CD啊 我覺得至少要有一個減冷卻會好一點 好所以說我就試 試兩個吧 因為我也沒有 掩飾過嘛 我們就再試試看 一樣打一下技巧之物 打完之後我們就去打一下那個 虛弱道吧 虛弱道 大家建議說先爬到60以上嘛 我就聽大家建議 70的話有空吧 有空再爬 我剛剛爬了一下也要玩了30分鐘左右 我玩三層嗎 每一關假設5分鐘了或 那也要玩一陣子 不到5分鐘可能就講3分鐘吧 好 來吧 這個很卡 怎麼全黑了 壞掉了 壞掉了 好我來換一個位置吧 把這個換成敗生好了 打開用點的好了 因為我沒有射熱鍵 我沒有射換人的熱鍵 因為這邊要至少要4個熱鍵 我先來看一下我敗生 我先來看一下我敗生 這個要找誰啊 我不知道耶 敗生誰是15% 看一下 好只能花點時間 check一下 請大家稍微原諒一下 不然其實我也想用PC版 我怕PC版 CPU蠻窄的 蠻窄的我就 卡死啦 看一下他的緣份 15%是誰啊 15%是雅典娜 好吧那就雅典娜吧 雅典娜 讓他有點用處 好那待會的話我會 省點時間吧 跑去哪了 切一下 好在這 可以補能量嘛對不對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太卡了 看一下我現在的卡片吧 我也沒有看 不然我們就 試兩場就好了 好不好 我不要試太多啦 因為 試太多變成說要試 4個試場 就是那個套卡 這次的那個一瞬千級 好這個一瞬千級 我之前試的感覺是 也不是感覺喔 試完之後就是比那個幸福套還要再 強一點點 真的真的只強一點點 首先 我們快打有6隻嘛 我們有3套那個Rush套 Rush套是有電擊嘛 然後有 洞傷嘛 然後可能有神聖嘛 不是沒有神聖 電擊洞傷 還有什麼忘記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陸赫的話是用那個 這一套 七大作為的 他是神聖 所以 你們看 這個有3套嘛 灼傷 電擊洞傷 OK 電擊的話是給那個龍 然後洞傷是給這隻春莉 那灼傷的話是給那個豪鬼 你就剛好3套給這3隻 然後神聖的話沒有 所以你的神聖 陸克的話你就是用 有神聖的那一套 七大作為 然後拜生跟那個 懷舊村莉就只能用 懷舊村莉也可以用 洞傷 這一套 所以說 你那個一瞬千級 又要快打符合的話 就只有拜生 所以我就只能給 我是給拜生用 他這個效果就這麼 他缺點就是他沒有攻擊力 這邊少了攻擊力 所以他整個傷害就掉下來 好 大家能理解嗎 原本我們一般六星卡這邊都會有加攻擊力10% 他這個沒有 所以他這一套就比較弱一點 只能說比幸福套再強一點點 好這個是拜生嘛 拜生的卡 我試給大家看吧 然後這一套是SS的啦 有攻擊力有冷卻的 就給大家用 因為他是SS格洛加啦 拜生 那我就先試一場用拜生的 然後再試一場 再試一個 不是的就換別張卡看看 比較換普通的卡吧 換個-CD卡吧 保運-CD卡 也可以啊 好就試兩場就好了 那那個一瞬千級我就不試了 因為我之前試過 結論就是這樣 常常有人會留言問說要不要 抽或是換 賣套 我都是回答不要啦 如果你們有不一樣的意見也可以留言 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我只有我自己的測試嘛 我自己測試是這樣 好來來來來我們就打兩場 這個很卡很卡很卡 讓我拿一下 試一下這張卡 就是說 你這次這些屬性卡沒拿到的話 你用個CD卡 或是其他的那一些 什麼輪替卡啊什麼的 也是可以彌補吧 我覺得 不然待會換個輪替卡吧 以前很多那種 七騎士的那種輪替霸提卡 或是其他一些輪替卡 可以增加攻擊力的 搞不好會更好啊 然後現在我們待會就用那個 防禦的那種檢係力 最一般的最一般的 但差多少 呃 暴力生是暗暗力生中毒嗎 所以沒有吃啊 這邊會衝過去 衝回來 我都123123R 我之前測的半身大概200M嘛 接近啦大概100多啦 快200M 100多吧 我的半身就是這麼多 我的半身就是這麼多 好100多 170 180了好不好 這個是有裝備他的屬性卡 所以這次你拿不到的屬性卡就是 有可能就是入客跟半身啦 真的就湊不到 那個機率就是這麼懸啊 好 他是暗黑傷害加成嘛 我們換一個也是 有三個屬性的好了喔 我們不要換那個 防禦的屬性卡好了 防禦減CD卡那個有點low啊 可能就差一點點啦 其實搞不好也差一點點 我們換個那個有輪替 增加攻擊力的 我找一下有沒有 然後如果我要拿到那個手勢通關的話 可能就是 要6E吧 我今天打完是60 6E到70我可能還會慢慢打吧 每天打一點點啦 不要打太累 一下就打完了那麼累幹嘛 打完了然後也虛脫了 好這張卡 惡之帝王 我好像有抽到幾張吧 兩三張的樣子 惡之帝王 兩張 抽到兩張 這張應該是BS吧 我看一下 手柄熱潮的 找一下喔 這張已經裝了嘛 這個好像是 加能量的 這好像也是BS吧 這個是SS吧 要裝這套嗎 這個是有加暴擊率 我覺得暴擊率其實 其實 其實也是很看的 好啦算了啦我們就用那個最low的好了 最low的給大家看 剛剛是177嘛 最low的就是這張 效果看起來最low 其實他也蠻好用的啦 可以加防禦率啊然後你 通常 通常格鬥家都可以防禦轉攻擊吧 這個有沒有 他直接加攻擊力耶 他沒有防禦轉攻擊 他直接加攻擊力 怎麼那麼好玩 是這個low架 他是盾角但是沒有防轉攻耶 好像沒有耶 對啊好像沒有耶 我現在才發現 那那個防禦卡對他沒什麼用 防禦解析力卡比較沒有效果 好就來吧 來吧來吧來吧 剛剛177嘛 理論上這張卡應該會 掉下來但是不知道掉多少 理論上啦因為沒有那個暗黑的傷害 反正就試給大家看 試給說如果你今天沒有抽到卡片的人 然後如果你用這種 一般的這種 減CD卡 看差多少 當然你也可以去找那個有三個 三個效果的 這是兩個效果而已啊 三個效果的話可能搞不好就 不會差那麼多 好 給他loading沒辦法 過幾天把我的那個 路克給弄到五星吧 這他啦 弄到五星應該更猛 可以玩一下 不會往火爬邊超往的要法 這個按起來更好玩 以前我都喜歡用那個 減CD減隊多個技能卡 加防禦或者加鹵力 對 你們看根本沒差 也是100多啊 而且我還跑 應該打比較高耶 對吧 所以我說那個減CD其實 他可以彌補 而且這個是他好像沒有防轉攻嘛 沒看到 如果一般防禦個漏架還可以防轉攻 你裝防禦卡的話還比較好 好 好測試完畢 所以如果你沒抽到的話 其實真的沒差 我一直覺得屬性卡 那個差異沒有套卡那麼多 搶的套卡真的那個 你可能就多好幾絲 M或是幾百M 就是那個小狼套 比如說我的瑪莉有用小狼套跟沒用小狼套真的差很多 所以這些快打如果你沒有用那個Rush那三套的話 真的也有差 但是屬性卡就覺得差沒那麼多 好事實證明 事實證明那個根本沒差 好給我們G迷知道一下 真的沒差 這只是一個爽度而已 你有抽到沒抽到這樣可以收藏沒收藏 就傷害來說是我覺得還好 跟我預測的差不多啦 因為我之前也都是會用那個 兩張檢基利卡來測試 然後覺得也是差不多 屬性卡這種東西 一個迷失而已吧 那些數值只是一個迷失 尤其是加暴距離 暴距離跟暴障只是一個迷失 你不如 減CD減多一點 因為我剛剛那張卡是減1.8秒吧 跟你平常1.2秒有差 應該是1.8啦 我反而喜歡用 以前我反而喜歡用兩張這種減1.8的 會很好按 然後後來就 1.9跟增加1.9 1.9跟1.2有差 尤其是你裝兩張的話就差更多 你技能就連按你知道嗎 爆氣之後連按按得很舒服 尤其是在PVP的時候你技能好了別人還沒好你又多按一下你就贏 這個給大家看 給大家參考 所以我 如果要換的話我都會換這種卡 我就換一堆有沒有 就換一堆 我都換防禦的 防禦的比HP好 因為防禦的話你給盾腳用的話會更好 把他裝回來 只是迷思而已啊好不好沒有比較強 這個1.2而已啊差0.7 就差 0.7你就多按幾個技能 你就補回來那個傷害 這個傷害就補回來了 而且這個才5秒而已啊 然後冷卻13秒 再觸發一次到兩次吧因為我們是30秒嘛 那就觸發兩次左右 哇沒時間了 好來打吧來打吧 把他打完 修羅道 傳說中的60層就這樣畢業了 對我來說以前是傳說啦都沒在管他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反正你快打出來一定會變很好打 果然 果然就很好打 那我的村莉沒辦法用 村莉的話就會死掉 我待會可以試給大家看 所以你要找那個有護盾加免死的 例如泰瑞 SS泰瑞 他也有所以應該就是要龍 豪鬼泰瑞 這個村莉傷害太高了 自己被自己煩死了 要用拖動拳嗎 我馬上補回來沒差啦 可以 我馬上補回來沒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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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過啦 哇我秒數不夠了 我可以打他一下然後 爆一下 哇怎麼沒有爆到 只要你有盾的話你就可以發氣功 只要你有盾的話你就可以發氣功 不要發太兇耶 有時候你的盾爆料 因為他的盾是爆擊盾吧 可能可以擋幾下 就這樣 目前為止還算輕鬆吧 我剛剛五八五九 六十 三層 爬完 然後這邊可能就有手勢通關嘛 我看不到啦 可能要最後看吧 反正公告剛剛大家看了嘛 這個點開應該會有 手勢通關的獎勵 就拿那個聖典格鬥家 的隨機機 但是聖典格鬥家就一般般啦 沒有說 這個獎勵就放在這啦 這個獎勵就放在這 OK 掃盪的話 我現在已經可以掃45了 就是六階膠囊 已經可以拿到了 我六一打通之後就可以掃七階 所以我明天應該會開始打 把六一打通吧 明天我們六一打通來拿一下獎勵好了 好 就這樣吧 祝大家 趕快畢業也修羅到 有空就打啦 有空就打 OK 我們回來首頁 這一期就先上囉 白身屬性卡 路克屬性卡 沒拿到 還好啦 還好 安慰大家一下 還好 看傷害差不多 好了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